当一个满载荣誉的运动员决定退役 他会选择去做些什么 没错 贼亚史密斯的选择就是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在那个高中选秀成风的年代 贼亚成为了其中一员 但在36岁的年纪 他也终于有机会晒出自己的毕业成绩单了 2018年在带队拿下一贯 但丢掉同伴欧文 球队也注定无法抗衡勇士的情况下 詹姆斯选择远走洛杉矶 赫里夫兰也再次成为了一支渔南球队 但对于JR来说 他其实并不开心 多年的NB经验让他早就预料到 球队接下来一定会以培养新人为主 但他并不想接受这个现实 整个赛季 他仅仅出展了11场比赛 就传出了申请交易的消息 事实上联盟市面并不会欢迎这个30多岁 但打法依旧像个高中生的老将 申请交易也意味着失去了工作 于是整整一年后 JR才穿着胡人的战袍 出现在了副赛园区当中 是的 又是曾经的兄弟詹姆斯 给了他最后的机会 JR领着不到30万美元的薪资 拿下了属于自己的第二冠 这一次 无关乎战术和球队地位 JR享受的 只有老朋友的尊重 对于一个生涯几乎没有享受过尊重的球员来说 这种结局 很奢侈 也足够圆满 JR并不是一个父老的人 其实在20年之后 他还是在不断追寻着打NBA的机会 但同时 他又是个懂得取舍 也足够聪明的人 一年之后 JR选择走上另一条路 他完成了退役 上了大学 开始攻读高尔夫球学位 遨游在知识的海洋 同时还能抽空点评一下NBA的后备们 实际上 JR的篮球生涯 不算惊世骇俗 但也足够精彩 他没有没守成规的听从教练安排 即便做不到尊重 但也用自己最擅长 最热爱的方式 打了一辈子篮球 神经刀又如何 只要打进那些流传于世的精彩进球 就够了